现在我们终于明白了 李先生为什么会在复婚问题上 如此的矛盾犹豫 因为无论他做出什么选择 都会伤害到一方 所以李先生带着这个难题 来到了金牌调解 那么我们的调解团队 能给他一个答案吗 今天这起 这个复提矛盾不是个难题 两难的难题 今天来问我们 该不该复婚 我们出主意 说该复婚和不该复婚 有可能我们面临的 一种理论上的压力 调解员刘月鑫直言 李先生要怎样选择 对我们来说也是个难题 所以接下来的时间 老师们决定向李先生 提出几个问题 来帮助大家做出判断 李先生我问您个问题 您在和前妻离婚之后 多久开始交往了 你现在的女朋友 半年以后 因为我发现 一个人过得实在是太难受了 现在的女朋友 她更具备更多的是 比如说像贤妻两母时的 这种照顾体贴 那么在精神层面上 你觉得她能够给予到你什么 让我不会感觉那么的空隙 偶尔有人关心一下你 你们两个人的 个人的条件 还有家庭的状况 是哪一方比哪一方更好 而我的经济条件 都一直好过她 我的收入应该 至少是她的两倍三倍 现在你交的这个女友 她是初婚还是再婚 初婚 我现在还有几个简单问题 我想询问一下 她听你说到一个 你曾经问过她 有没有复婚想法 对 那是在你交女朋友之前吗 对 她交了女朋友之后 她也有跟我说过 是否复婚的想法 明确地说 她说我没有结婚 一个是在考虑是否复婚 一个是在考虑 新的女朋友是否适合结婚 先生 回应一下 有表达过这个意思 我也在考虑说 我现在的这个女朋友 是不是完全适合我 因为我也担心 来对女朋友那种担心 什么时候不存在的 今年春节的这段时间 就是说后边我会同意 跟她说 进行形式上的这个婚礼 我这个就是已经基本上 就是说觉得 我不可能再去复婚 这是春节前后 对 女士 春节前后到现在 她还跟你表达过 对 她在考虑是否复婚的问题吗 对 还在有这种表达吗 对 为什么我会这么说法 春节之后 她还过来跟我和孩子 有过夜 她是瞒着她女朋友的 那么说明 她是有这个想法的 或者会让我有这个想法 首先你肯定有 传达给我这个信息 不然你不会来 跟我和孩子过夜 并且瞒着对方 这个情节有事吗 有 因为是那个 是小孩 一直的强烈的要求 说 我要陪她 不然她睡得不安心 好 你现在把注意力呢 重一点 提示我们 是放在了孩子身上 直在说 如果我要复婚 对不起 我现在的女友 可是现在你拿孩子 作为一个理由 我必须要回到前驱那去 过个夜 你说的是陪孩子 但这个情节 女友并不知道 万一女友知道了 你浑身上下 长了几个嘴 你能说得清吗 我是陪孩子 先生 有她两只传的这么一个说法 这一词 你听了扎耳朵吗 因为现在你的前妻 非常渴望的今天来谈 该不该复婚这问题 按照你们的交往轨迹 我确认 截止到今年春节后 你给你前妻的信息 还是在考虑是否复婚当中 可与此同时 你与现女友 已经同居一年多了 你让我们这些观察员老师 怎么表态 让我这个人民调解员 怎么表态 我们怎么来评价你这种行为 我追究这个点 决定了今天我们的工作方向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